这次我们召集本土六位苏瓦爱好者 用苏瓦白米常见的形式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们从纸张内容都进行了选择布置 我们纸张主要是选择红色比较行轻 内容主要也是选择红色经典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创作专表 每一位书家的奏品以独特的视角 用不同的字体 我们有传书历书 楷书行书草书 这些字体或参径或飘逸或灵动 记录了尺都德化的文化传承 城市发展生活变迁文明进步 记载了德化人弘扬洪传精神 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时代风暴 更是我们六位苏瓦爱好者 向党的百粮华旦 尽向一份美好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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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